3月12日,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疆代表团举行开放日活动。 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天山风光巨幅斯坦下,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向在场的数十家中外媒体记者发出邀约。 欢迎多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用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把一个客观真实,繁荣稳定,幸福美丽的新疆介绍给世人。 下午3时活动开始,面对记者两次提出有关教培中心的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同样邀约。 欢迎我们的各国的记者朋友们到新疆去,亲身体验新疆,感受新疆,旅游新疆,全新疆已经两年多,可以说算, 至少两年三个多月时间吧,没有出现一起暴力恐怖反击案件。 雪克莱提举例说,从去年年底开始,先后有十几个境外人士代表团应邀访问了新疆, 并且到多个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参观访问,与学员们自由交流互动,看到了真实情况。 来访者呢,都亲自去参观,和我们这个教育培训中心的学员们进行交流, 而且呢,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教育培训中心并不像个别的一些媒体讲的, 说是略带学员,限制自由啊,实际上我们这个中心啊,是一所这个基数制的学校。 在这里边的学员呢,都是免费时速,学语员,学法律,学技能。 据雪克莱提介绍,稳定态势持续释放红利, 2018年,新疆全区实现53.7万人脱贫,513个村退出,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6.51%,比2017年下降5.06个百分点,脱贫空间站取得成效。 当日,就新疆2019年春节接待海内外游客300多万人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彭佳瑞表示, 现在啊,我们新疆的旅游业已经成为了拉动我们新疆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那么现在啊,我们新疆的旅游业可以说是发展的如火如荼。 现在我们的旅游这个季节问题啊,我们概括来讲是, 夏季旅游活,冬季旅旅游旺,节庆假日旅游忙,我们全年都是旅游的旺季。 我们也提出了目标啊,就是例证今年,就是2019年, 我们在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和实现旅游增长总额这两个重要指标方面, 都想实现百分之四十以上。 我也真诚地邀请国内外的各位朋友, 能到我们大美新疆啊,去观光旅游做客,去考察投资新业。 我们下期再见。